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程式步伐怎麼撰寫 基本上這個地方我們開啟這個src裡面的這個 main activity把它打開了 打開來之後的話 現在是空的 那基本上第一個我會先做什麼 宣告有沒有 其實都一樣 這個基本的那個 基本流程都一樣 第一步的話呢 先 第一步什麼 宣 先做物件 然後在這個 setContentView這邊 把它做 連結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 一樣 那這地方 那第一個就是物件的話呢 我就直接 Button B01好 這邊 第一個 那這邊會產生錯誤 把它怎麼樣的 匯入進來就好 OK 那再連結一下 我想這個步驟的話 跟前面 基本上都一樣 那再來就是把它做連結 那將來應該 它會 將來應該那個 Enjoy 就是Google它應該會出 類似的編輯器讓更容易一些些 不過現在還沒有之前呢 你還是要自己 自己打一下 List.FindView 把ID 然後呢 找到畫面上大R OK 點ID 點一下 這邊的ID 然後找到ID上面的話 點一下 那應該會有什麼呢 一個B01 不過呢 現在沒出現 為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如果你沒有Safe的話 它一定不會出現 那怎麼辦呢 其實你這邊有個全部儲存一下 全部儲存之後呢 你再來點一下 你會發現 有儲存過 才會有 沒有的話就不會出現 那這個 寫完畢之後的話 再來建立事件 那當什麼呢 當B01 那我們事件在uncreate B01 這個應該是大寫的 物件上 B01點 Set 你就Set什麼呢 SetAll一下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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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lick Listen 然後這邊的話 New一個 在哪裡呢 在Button上面 所以你就在Button上面呢 建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Listener 這個Listener的話 就是Unclick Listener 然後給他一個小瓜糊 就是 建立一個那個 事件的傾聽者 不過這個地方 也是Android 比較麻煩一點的地方 因為他新增未知座的方法 那像 因為 各位有些同學 之前是寫微軟的東西 微軟就很方便 他這樣點兩下 事件就幫你產生 也許將來 Android 也有可能會是這樣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就是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Finish Finish 就是把它結束掉 OK 就會產生一個Finish Fi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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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一個 Finish 這是不是打錯 少一個瓜糊 這樣他就會去結束掉 這個uncreate 不過呢 裡面我們除了說uncreate之外 另外呢 我還有其他的方法 包含哪一些呢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六支 事業 裡面還有什麼unstop unrerun 等等的 那實際上呢 我如果要 產生這些方法的話呢 我 好像有講過 按右鍵 你可以用什麼呢 新增 這邊有個程式碼 叫做自幻實作方法 讓他自動產生 那裡面的話呢 包含哪一些 按右鍵 特別是程式碼裡面 會有一個什麼呢 自幻實作方法 自幻實作方法呢 他自動會去偵測到 acquity 那 裡面的話呢 如果說 on 底下有unstart 所以你就這個地方 打一個o o往下 你可以往下找 其實都會自動出現 比如說我需要找到 Destroy Destroy會先出來 所以把他打勾 然後再來什麼 Destroy有這un unpause unpause 也會打勾 unpause 已經有了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呢 un un什麼呢 unrerun unrestart 會先看到 然後呢 unrerun OK 四個 他有叫unstop unstop OK 五個了 六個 一二三 四 五 六 OK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好像都點 對不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個 一 二 三 四 五 總共六個 所以你打勾六個 先Destroy Destroy先找到 然後再往下unpause 然後再來un restart unresume 再來是unstop unstop OK 那這六個的話呢 你可以插入點 他會自動幫我 實作這些方法 那這些方法的話 你按確定 他會自動怎麼樣呢 自動產生 這些方法 你會發現 undestroy unpause 他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不過他的順序當然不是按照這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知道說他的生命周期到底執行哪些的話 那請各位在那個 建立事件的底下這裡 把他按個enter 產生什麼 toss 讓他 toss 出來 toss 點 mattest 然後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那這邊的話文字 文字就 就顯示他的方法 然後呢 停留時間就一秒鐘好了 所以我輸入1000 然後把它結束掉 OK那裡面的訊息的話就是他的方法 就uncreate OK那這個toss 請你 我拖來一下 把它 copy一下 比如說當我undestroy的話呢 那我就直接在這個 這個綠色字下方 讓他怎麼樣呢 跳出 undestroy的 這個名稱 把uncreate 把它直接 移到這裡 也就是說告訴我們說他這邊有執行 有執行到 這個方法 那其他也是一樣 所以請各位 利用這樣的方式呢 把相關的這個方法讓他秀出來 這邊也是一樣 那 做完畢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看到這個結果 那把它run起來看一下 就是說 當他執行哪一個方法的時候呢 生命週期 run起來的時候呢 他就會顯示 這個toss 出來 告訴我們他現在 症狀到哪個地方 然後 最後是 最後是 最後一個點秀 最後一個點秀 把它秀出來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然後 再把它加一個點秀 最後才會秀出來 因為toss 最後他這個是一個 利用那個 匿名 匿名物件的方法 所以 他沒有new 沒有new 直接就可以拿來用 非常方便 可是記得 最後點秀 跟那個lndialog 一樣 我們分別在這上面寫 這個 不過 底下如果你沒有menu 我是建議如果你4.2版的話呢 這個地方其實是可以把它移掉 因為我用不到menu 我也沒有建menu 所以最後面底下這個東西可以把它移掉 然後上面的話 import 應該也不需要 import這個menu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有一個警告 因為你沒有用到 你可以移除會使用的匯入 OK 那最後把它save一下 那我們來run一下 你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就可以把它執行起來 執行 然後呢 到我們這個 模擬器裡面 模擬器裡面試試看 OK那這邊的話呢run起來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就run起來 oncreate 然後再onstop 有沒有 再onresume OK然後就執行了 那執行之後的話呢 當然如果按這個呢 按back有沒有 你會發現 他會暫時躲在後面 但是實際上呢 他會先onpause 然後呢暫時onstop 然後ondestroy 執行這三個方法 就暫時不見了 也就其實他基本上是在後面 在背後執行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他run起來的話 你可以按下home鍵 長按之後的話 那我剛剛執行過的這個man 再把他點下 打他執行起來 那你會發現 點下去他之後的話 他又會oncreate onstart 然後呢 onresume OK那就繼續再被執行 那如果說你執行結束的話 他會觸發什麼 onpause 然後呢 onstart 然後再來 ondestroy 就徹底被 移除了 再 被 從那個記憶體裡面呢 把它移除掉 這個地方就 完全移除掉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是 ondestroy 那基本上他就已經從記憶體裡面移除掉 那現在你最 現在手機最麻煩就是 大部分的app 他都藏在你的記憶體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越run會越慢 不過應該未來 這個問題應該不存在 為什麼 因為現在 早期的手機還有256的 Range 256 那後來512 現在有1G了 有沒有那個 Sansung的S3 他也是1G 可是最近我看到有一支手機已經2G了 就是華碩那一支 Pattern Phone 2 他的記憶體內建好像就2G了 所以2G的話基本上你不用擔心 記憶體的問題 隨便你用 你要愛怎麼裝、愛怎麼run 2G我想應該要把它 全部都用完 耗盡的可能性 非常的低 因為像那個iPhone 4的Range多大 各位知道 就512而已啊 對所以其實iPhone 4又run起來 那一段時間如果你沒有清記憶體的話 還是感覺KK的 那像iPhone 5的話呢 多大 1G 其實1G好像才剛剛好而已啦 那為什麼不乾脆就給它2G嗎 當然所以那麼便宜 為什麼不來個2G就好了 所以Pattern Phone 2華碩的版本 感覺還蠻走在前面的 2G的版本 那如果說你RAID沒那麼大的話 當然 你要不就買最新的手機啦 要不然你就是買比較舊的 那你就要經常在清記憶體 清記憶體 那在 Android 4的版本以後 就很好清啦 因為你常按那個 按那個什麼menu鍵按住啊 它也會跳出可以清除的功能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清記憶體就不用說你還要去安裝 其他的什麼Keyle Keyle什麼 Memory Keyle 就是有一些什麼殺記憶體的那些軟體 因為Android本身就內建 內建的OK 那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地方 把那個生命週期的部分 大概了解一下 OK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要繼續再來看下一題 各位可以等一下再看一下那個 下一題的話是 六支八頁 Android間的傳遞資料 也就是 那個Activity間的傳遞資料 就是說呢 你有兩個Activity 那你要怎麼傳遞資料 這裡面的話就需要用到一個Intent 這個Intent非常的重要 如果沒有Intent的話呢 你資料是沒有辦法 做傳送的 而且 這個 你們可以先把那個 我們剛剛匯入這個Intent Bundle這個範例 另外特別注意 它這個架構 是一個MVC的架構 所以你除了說呢 要建立一個什麼呢 一個View之外 比如說一個Scope 假設預設是Scope 那對應到的是一個 Scope的Activity 那還有一個Result的 所以呢我會產生什麼呢 一個Result的畫面 然後呢也會對應到一個 Result的一個什麼Activity 由Activity去控制它 它們 分別控制不一樣的 一個是 畫面 一個是什麼 後面的控制器 但是特別注意 兩個字要傳遞 還沒那麼簡單 首先的話 你第一個要用Intent 第二個的話呢 還有個地方 就是在什麼呢 Enjoy Manifest 這個的話 很多人呢 這個又有點不太熟悉 你還要必須怎麼樣呢 在這裡面做一些設置 也就是說如果你產生了一個新的Activity 你還必須怎麼樣 在這邊做登記 就像說你家裡 剛出生一個Baby 你必須要在這邊登記 如果你沒有登記的話 你也跳不過去 因為 這個Activity 是不存在的 它的安全性其實還蠻 複雜的啦 我是 如果你概念不清楚的話 你要寫一個跳頁的功能 就很頭大 這部分的話 我想等一下再來看 請各位先把剛剛這個範例先完成